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感情当中的复合 有过恋爱经历的小伙伴都知道 当对方提出分手以后 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体会 通常这种情况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歇斯底里 也就是一哭恶闹伤杀掉 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因为造成的伤害都是比较大的 毕竟在一起过 第二种就是告诉家人或者朋友 分担自己情绪上的压力 而这两种方式基本上都不是得到很好的结果 最后一种就是做舔稿 也就是一味的讨好 一味的付出 想再去挽回这种感情 可是往往有心在话 话不成 无心插柳 柳成阴 而面对这种情况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三种方法 让对方重新主动来求你复合 第一种就是平静的接受 不要哭也不要闹 平平战烂的接受 毕竟对方提出了分手是有他的理由的 你再哭再闹也没有用的 当你能够平淡的接受以后呢 他可能还会跟你做普通的朋友 这样子以便以后有机会重新复合 要是你吵了吵去 他就不敢再和你联系了 是不是很有道理啊 第二就是主动断联 把所有的微信手机号码QQ等等 一切联系方式都切断掉 让他联系不上你 因为是他提出来的 他这样就会进行长时间的反思 到底是为什么你会如此的放得下 第三就是努力提高自己 这个可要千万注意了 要从外部到内部提升自己 从物质到精神都要提升自己 可能是你吃得太胖了 他才提出了分手 又或许是你太穷了 他才提出分手 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提升了自己 他就会回来找你了 因为他之所以离开你 最主要就是你已经不符合他的标准了 当你真正提升自己以后呢 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而改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